你看我被丢在一个什么地方 我被丢在了一个天桥的上面 你看去到那些比较方便的街都要走好几百米 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两天不是赛车 然后昨天我也一样 那个打的车呢 我实际的目的地是在大概那边的位置 但是那个Uber的话显示我的终点就在前面 前面那个地方 那昨天呢 那个华人的司机呢 他就他知道 然后他就在用谷歌地图在查 他就还是帮我送到了那边 因为其实他也就是最后 大概最后一百米 这么远的位置是那个峰路的 事实上是刚才他把我丢在那里嘛 然后其实是这里还可以走嘛 对不对 走到那边 然后再左拐过去 再右拐进去就到了 今天呢 是一个墨西哥人 然后他就 他就不同意 他就 他就说 显示是在这里下车 因为赛车 所以我就只能把你放在这里 那我也无语了 但是 就是我现在发现心态也挺好的 就是哎无所谓了 那他他显示是这样 他他也没有错 所以他把我放下来 那我就反正我有机会走一走路 看看这个夜景也不错 现在也没有全黑 现在才八点八点钟左右吧 我就走一走吧 反正平时我都是就从那边拍完 就回到了那个酒店 基本上就买点东西 就也没什么走到其他地方去 那就走一走吧 看一看 你看那个火车 这挺好看的 昨天那个华人开车 帮我绕我都记住这个路了 我走回去也没有多久 就在那个高楼的下面 就是那个最高的楼的下面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戏也比之前前两天要更重一点 然后我都记住这个路了 我走回去也没有多久 就在那个高楼的下面 就是那个最高的楼的下面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戏也比之前前两天要更重一点 然后我去到那边 然后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首先说一下这个戏 有机场戏是比较重要的 早上五点钟起床 对 然后弄完之后 就到达现场就六点钟 然后我们就拍那个在公共汽车 还有天桥下面的戏 就是我接到通知去办公室 然后还有就是我搬东西去办公室的一个机场戏 然后最后在那个公共汽车站出了点意外 那这个戏我不说清楚是什么事情 不剧透啊 还有一个演那个路上的艺人 就是卖艺的 一个中国华人他吹小号 吹的挺好的 跟他有一场戏几个下 不同的时间点 然后接着就回到了公室 拍晚上我在工作的 和最后很疲惫一些的 很焦虑的一些戏 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写 一些音色 最后是拍吵架 打电话吵架的一场戏 也是比较重要 又看到火车穿过这些楼 到了 就是十一街 十一街走过去就是了 下雨穿了一个 昨天我从这里走过去买taco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意外 到了中午的时候 那支片才跟我说 他说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实在应该是没有办法要跟大家去公布 来安排后面的事情 看看这个涂鸭 接吻 那本来接下来三天的戏都是跟那个博士导师的戏 也是蛮重要的一戏 他本来是应该是今天他就来的 但他因为是有别的戏 然后所以他今天来不了 就推到明天开始 本来是明天开始 那结果呢 昨天就是我们制片人就获知他测试Covid得了阳性了 诶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现在还有Covid吗 有关系吗 但是作为一个学生的组 大家就是有很多学生 那包括学校也有规定 就是你在知道的情况下你就不太可能 因为如果是像现在不严了 一般不用提前测试 呃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嘛 就后后疫情时代 所以说实话是不用测试嘛 就是你拍之前是不用主员和演员都不用测试的 那肯定也有可能有人得了但不知道 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学生是没有责任的 但是如果是他知道的情况下 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然后让大家继续拍摄 然后结果使得有些没有免疫的人得乐 那确实是不对 违反了规定 或者是给别人带来了麻烦伤害 那所以的话 就没有办法明天就拍不了了 那拍不了的话就不是说等一天 那可能要等四五天 那四五天我就没办法呃呆在这 然后其他组员也可能也有别的安排 也是没有办法 那个 没有办法了 这是Five Guys 那所以的话我也帮他想了一些办法 我说哎能不能从洛杉矶再找演员飞过来 首先一个是你能不能这么快找到合适的 因为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挺重要的 那不能凑合不能随便找一个 那如果要好的话你需要时间来确认 确认好了要飞过来 那如果是明天到不了的话 那还是会打乱原来的计划 所以就是还特别麻烦 那也就后来就啊 我说哎能会不会那个芝加哥还有人呢 当地有人呢 芝加哥那他们已经基本上casting 所有符合要求的都cast过了 所以的话应该是很难 呃也有过那么几个人 而且正在他们正在努力去去联系 也联系不到 所以的话就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我也帮他post了这个紧急的这个casting 我也是直接写了就是芝加哥的那个紧急 就希望是芝加哥本地的 那希望有一些朋友他有这种啊 大家推荐的人或者说怎么样 那所以的话 那所以的话 现在目前的基本状况就是会往后推 推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都有可能 那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 呃 因为家里很多事情嘛 呃 店里有工作 然后有事情要做 小孩也要照顾 要不然我老婆就会太辛苦了 所以就呃 今天晚上最后等一下 他们看有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出现的话 那就明天我可能就回去了 最迟后天 啊 哦 你看 这是 这又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 呃 剧场可能 我看这个像 哦 很漂亮啊 也许是我昨天经过的那个 但好像又不是 啊 我知道了这个 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啊 这个学校就是 我们 这个 导演的那个学校 的 另外一栋楼 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那这也是 Film and Television Major 就是 他们电影学院的这个 啊 专业的 楼吧 可能 很多这种 是校友啊 Acting Major 就是这些 学不同专业的一些照片 哦 对你看 就是他们学校 就是他们学校 那导演还是挺不错的啊 他这个 剧本还是琢磨了很多 想了很多 然后也设计了很多 一些细节 使得这个故事更加的有趣 更加的真实 那本来 啊 我经济 我现在不如我就多逛一 多逛一下 带大家多逛一下那个 啊 芝加哥的街 然后边走边聊 这还是这个学校 啊 我有点想吃那个 Five Guys 或者我看一下Trader Joe 现在是营业到几点 看有什么东西买 我还是吃 最后决定 Trader Joe已经关门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去吃 Five Guys 我这是第二次吃 以前吃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看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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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好的 好的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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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